鹿谷乡竹林社区在发展协会用心经营下 不论是尝召据点服务 还是协助地方产业推广等等 都受到各界的肯定 所以今年度也被选为代表鹿谷乡参与县内评鉴的集邮社区 社区也希望透过评鉴 让社区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见 并能改进不足之处 以便日后为地方来做更多的服务 我们竹林社区代表鹿谷乡公所 对南鲁县政府110年度的社区评鉴 感到非常的荣幸 也希望说在我们这几年的努力之下 能够在这次的评鉴能够被看到 当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希望说在这次的评鉴里面找到缺点 让我们社区能够往那个方向走 也希望说在这次的评鉴当中 更能够领解我们各组的干部 以及我们志工的团队 在社区里面发挥更长更有用的作用 那把它整理化 把它规格化 把它发展出去这样子 对于竹林社区多年来的好表现 渡谷乡民代表会主席林志宏也是极为称赞 肯定发展节会为地方发展所做的努力 希望社区此次参与评鉴能获肯定 近年在全国评鉴争取荣耀 竹林社区这几年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对我们地方长照的办理是非常的成功 对地方的产业的结合也非常的认真 今天是我们竹林社区参加 南投县110年度社区发展工作的评鉴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能够在我们这次的评鉴能够投影而出 接着能够代表我们南投县来全国做一个竞赛 希望我们竹林社区能够代表陆乡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先远如瑞芳更是肯定竹林社区各方面的好表现 让竹林村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祝福发展节会这样的用心经营 能在评鉴工作中得到佳基 建议县府这边来做一个绩效组的评鉴 林理事长和我们的志工这些团队 非常地认真 非常地用心 把一些我们这边的特产 做的各种各样像艺术品 非常地漂亮 还有我们这边 还有做一些课程 让这些借给人来这 很高兴 真的我们很感谢我们那个理事长 祝他们今天的评鉴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 议长和正锋肯定竹林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希望这样的极核社区参与评鉴 能够得到佳基 进了参与全国性评鉴 为现真光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